你们还记得8年前,2015年10月,出现了一则震惊全台的诡异新闻吗? 事发在台南嘉南药理大学,一群大学办树营鬼屋夜教活动,发生了机体,煞到中邪的恐怖现象。 多达40位学生到清王宫收金,整个诡异现象全部都被监视器拍下来。 在告诉你当时完整事件以前,如果你喜欢真实灵异案件以影片方式呈现, 可以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哦! 位于台南的嘉南药理大学是在1966年创立的,到今年总共有57年的历史。 不例外的,也一定有许多学长学界留下来的故事,包含那些扰乱学生们的恐怖灵异传闻。 曾经就读此学校的学生都觉得大学其实很阴,包括外语系使用的大楼歪动地下室。 传言因为盖这栋大楼的时候,曾经有名工人失踪,最后失踪的位置就是在歪动的地下室。 之后有名教师曾经在一栋大楼搭天梯。 那天加班加到很晚,电梯下游的时间比平常还久,突然间电梯停了,门打开就看到一名头戴安全帽全身染红的工人,站在电梯里面看着他。 老师当场昏倒,到隔天白天才被发现。 还有另外一个传说就是歪动的电梯。 有位就读社工系的学姐原本因为忧郁症休学,后来又不知道什么原因回了学校,然后选择在歪动,一跳表结。 据说他那天是骑脚踏车穿着拖鞋。 所以当一个人搭天梯的时候,听到有人在你耳边问,现在几点了?绝对不能回头回答。 加油开学迎接新生一直以来都有一个传统,就是夜教。 虽然只是人扮鬼的活动,但其实有些注意事项跟禁忌真的不能不信邪。 像是去庙里为每个参加的人求护身符。 过程中禁止拍肩、吹口哨、呼叫他人全民。 两个人一组牵好手就不能放开。 以免当中牵到其他的手。 一名网友分享某年参加夜教,那年发生集体撞鬼事件,那天晚上的夜晚比平常还要阴伸。 在准备拜拜祈福地的时候,网友表示那时候已经有很重的压迫感,头也有点痛。 好死不死,一名不知死活的同学竟然犯了禁忌。 从他后面拍了他的肩膀又叫了他的全民。 全程大家都一直听到咔咔咔的声音,就像是竹竿打地板,也像是屎膏跟鞋的声音。 过程中还有不明男性声音一直往他们逼近。 好不容易等到活动终于结束,所有工作人要集合。 他快速的离开,却还是感觉背后有股又沉重又阴凉的感觉。 影星结束后他们一起开会检讨,才惊觉原来大家都遇到诡异的现象。 但这并没有消灭学生癌刺激挑战危险的心。 那连上了新闻的集体重险事件是发生在2015年10月。 这次他们把一场鬼屋活动办在一个大礼堂内,活动取名为药祭师。 在准备活动会场以前,有请过师傅到现场评估。 但当时师傅却警告他们,绝对不能离开大礼堂四楼,不然会出事。 他们也听话地把往四楼的楼梯锁起来。 活动进行了两天都很顺利,直到最后一天,最后一批玩的人就是主办单位跟工作人员。 大家是一边玩一边测。 最后大队就到了一楼大厅,其中一名工作人员看到活动结束没多久。 一名同学急着卸妆,总招还赶紧把所有人都召回大厅。 有三个女生一直发抖,脸色苍白。 于是几个男生围着他们绕一个圈,想要增加洋气。 诡异的是,原本九点多的时候只有三个学生不舒服。 陆续竟然开始有其他学生也感到不对劲。 有人四肢武力,呕吐,颤抖。 还有人开始无法停止哭泣。 就这样多达二十几人都出现怪现象。 他们就立即移动到附近的亲王宫求助。 一开始这些男生要抬着不舒服的女生过去。 但目测明明不到五十公斤的女生抱起来却像是七十公斤重。 还开始大叫挣扎。 亲王宫总干事描述当天原本只有三名加油学生先进庙内。 没多久一下就涌进了二十多名学生。 学生的症状包括抽搐呕吐跟贪卵、抽气还有烟鸣的情况。 庙方就认为学生明显是卡倒阴,马上就请出王爷守教处理。 后来陆续有学生进来多达了四十位,整个晚上总共花了三个小时收金。 在收金结束后原本已经平息,但隔天中午他们在办公室要清理跟幼保科借来的人行小孩娃娃。 因为那些娃娃上有涂上红色颜料。 没想到箱子一打开,其中一名学姐突然抓狂大哭。 大家又再次把她送到庙里。 至于为什么大家会集体卡倒阴,那天处理这事的师傅说, 撤场的最后一天,有人心态不振。 因为家要的大礼堂曾经有人了解的事故过。 那个心态不振的人觉得,活动怎么什么事情都没有遇到,好不过瘾哦。 灵界才会出手。 甚至还引叫更多看不见的好朋友一起,大家才会集体中邪。 当然有一定年份历史的学人都会有历年传下来的恐怖都市传说。 讲到闹鬼大学,相信大家都一定知道少不了的文化大学, 甚至被票选为台湾十大鬼地之一。 这都是因为文化大学大人管盖在阴阳交界之处。 原本是要以八卦镇压阴气,但因为剑伤偷工减料, 从此灵异传说就没有扫过。 最有名的就是让人误闯阴间的鬼电梯。 今年十月,女鬼桥导演即将再次将台湾本土大学真实的灵异事件搬出台面, 以女鬼桥二院鬼楼重新呈现文化大学的恐怖都市灵异传说。 我连日提醒当鬼。 电影描述一名就读辞大学的女学生的哥哥, 三年前在学校发生意外后昏迷不醒。 他用哥哥设计的召唤20AR情境游戏, 与同学要做最后的实测阶段, 却开始遇到分不清是虚拟, 还是现实的灵异事件。 你敢在十月十三号, 跟我一起目睹这场恐怖的昭靈游戏电影吗? Director建 Yosh Albert啊! 爸爸这是谁呀? 赶紧 前仏 股ено 加油 我的色彩 碎 打批 聖手 聖 cooking 老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